好 继续来关注专精特新制造强国系列报道 我国是工业大国 每年制造业都需要大量的铸建 而这些铸建必须要经过打磨才能够投入生产 目前我国90%以上的铸建打磨还是依靠人工 如何用机器替代人工一直是整个行业的难题 今天我们走进安徽合肥的一家企业 看看他们有什么绝活 眼前的这个机器人 正在打磨一批汽车的发动机钢体 在火花四射中 打磨着铸建每个角落的毛刺 它的手臂又粗又壮 但工作起来却格外灵活 可以替代人工在危险脏乱的环境下工作 当年到客户的打磨现场去看 现场的粉尘特别大 噪音也很大 容易产生安全的风险 这种脏乱差的工作环境 工厂招不到人 早在20年前 我国企业就开始进口国外的打磨机器人 替代人工 但是在打磨铸建上大型金属残留物的时候 进口设备存在刚性不足的问题 我们现在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机器人 它的轴数会少 同时让机械臂做短 做粗 增加刚性 传统机器人的负载像这一款的话 它是在210公斤 但是我们设计的这一款400公斤级的刚性 此外 常规铸建出厂时 通常都会有偏差 有的偏差甚至仅为一毫米左右 如何识别出偏差位置 并精准打磨此处的毛刺 一直是行业的难题 走固定路径的去加工这个毛刺 会造成产品的过切或者未切 造成产品报废 所以我们配置了这种自动检测补偿 和柔性地控制的算法 来解决精进打磨的问题 这种刚柔并济的打磨机器人 是国内行业首创 不仅将打磨完成率 从进口设备的70%提升至95% 还提高了打磨效率 目前这家企业生产的打磨机器人 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全球第二 本期专精特心绝活 干得了粗活 磨得了细凉 刚柔并济的打磨机器人 挥起粗壮手臂 较近于毫厘之间 磨出铸剑新生命 继继继继继续